莫德纳公司宣布要跟台湾的八家医学中心合作 做mRNA流感疫苗人体试验 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被莫德纳选中的国家 不过对于mRNA疫苗的优缺点 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认为 mRNA疫苗是比较新型的疫苗 比起传统疫苗制成比较快 只要一遇到新兴病源就能够快速套用 但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黄利明则担忧 目前对于副作用安全性都是未知 还要看后续的研究结果 晚期休止打疫苗从最早的单价达到BA.5双价 五国累计已经打掉2600多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 如今莫德纳公司更选中台湾 作为全亚洲唯一加入mRNA流感疫苗临床试验的国家 对于要把mRNA技术应用在流感疫苗上 不少专家认为前景可奇 效果会不会比蛋白的流感疫苗效果还好 因为在新冠是这个样子 有可能把将来流感疫苗 由五成到七成提高可能到八成到九成 怕的就是在季节当中它在发生变异 用mRNA的方法做流感疫苗的话 它在短时间里面它就可以上线而且生产 对比传统流感疫苗制成至少需要半年 导致每年二月就要先预测病毒株 但要是猜错的话就会来不及制作新疫苗 而mRNA疫苗最大的优势在制成块 已遇到新兴病源就能够快速套用 行政院首席防疫顾问照上纯分析 mRNA疫苗有机会融合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 两种病毒抗原做到二合一 甚至还能跟呼吸道融合病毒 附流感病毒结合成一剂变成OIN1 但安全性跟实际保护力 有医师认为还有待验证 那疫苗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 就是心脏的发炎 这个在年轻人比较明显 半衰期超过三到六个月 我们身体会把它代谢掉嘛 保护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关键还要看日后的安全性 还有抗体数据民众在评估 是否要选择接种 记者 魏平 叶敏帆 特别我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